都说英雄难过美人观,这到底是美人外表太美,还是美人的心地善良打动了英雄呢? 武则天是个不择不扣的美人,不然他也不会先后服侍两位帝王了,不得不说他的魅力真的很大,究竟是怎样的魅力才使得前后两位皇帝欲罢不能呢? 在李世民和武则天洞房花烛的时候,发生了件惊涛骇浪的事情,使得武则天成为李世民心中最爱的女人,武则天此举创下了历史的最高记录,直到今日都没有人能打破他,究竟是什么事呢? 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! 李世民是唐朝最富盛名的皇帝,开创了大唐盛世,贞观之志,他广开沿路,善于纳监,任人为贤,求贤若可,魏征,房玄陵,杜如慧等有名的大臣,都是他的得力大臣。 在前朝,李世民是一位历经图治的好皇帝,在后宫,李世民也是一位风流人物。 武则天打小就长得极美,从一出生就是万众主墓地存在,他的家境也非常的好,是有名的贵族,在当地也受到许多人的爱慕和崇拜。 从小就在父亲的监督之下,学了一些女工之外的技能。 因为性格像男生,所以平日里,他也喜欢骑马射箭,也喜欢很多男孩子才会喜欢的运动,活脱脱的一个假小子。 在武则天的认知当中,他并不觉得自己身为女子就比别人弱一些,反倒是觉得自己可以凭借就自己的才华闯出一变天。 很多人看了之后都夸赞他将来或许会有大作为,就连袁天刚也说武则天未来不可限量。 后来,家道中落的武则天选择与母亲独自来到京城,这时李世民相中了他,便把他召入了皇宫当中。 当时年仅14岁的武则天,看一切都是如此的新奇,他以为进入皇宫之后,自己就会成为人中龙凤,得到皇帝的无尽宠爱。 可惜武则天的如意算盘打错了,李世民压根就不喜欢他这种类型的女孩。 他喜欢那些安静的小女生,武则天却像一个脱疆的小野猴。 本着已经将人取进门,还是应当宠幸一下的原则,李世民随机挑选了一个晚上,让武则天服侍自己。 武则天在一种宫女的捣尺之下,洗了一个花瓣玉,静静地等待着李世民的到来。 一般来说,皇帝在宠幸妃子之前都需要将手头的宫文处理清楚,李世民当晚处理完朝政之后,便往武则天的宫殿走过去。 看到在宫殿之内从容不迫的武则天,李世民还以为自己刚刚看花了眼,并没有在意。 于是询问他宫里的嬷嬷们是否都教会了他侍寝的礼仪。 武则天点点头表示自己都已经知道了,在武则天被李世民宠爱的一个晚上,屋内溅起弥漫着阴云以你之气, 就在二人你情我浓的时候,屋外突然下起了小雨,刚开始两人还没察觉,但这上天不作美呀,声势越来越浩大,势必将二人分开不可,电闪雷鸣之时,李世民也就没了继续的心思。 武则天心里还有点埋怨,要是没有这雨该有多好,好似老天听到了他的抱怨,震怒之下,一道闪电劈向了屋子的横梁, 这时武则天却突然发现了房梁的不对劲,他一把冲到李世民的跟前,将李世民推散到了一边,这时房梁直愣愣地砸了下来。 李世民看到眼前的一幕,简直惊呆了,似乎武则天早有预判一般。 看着将自己护在身边的武则天,李世民心有感慨,自己一个大男人,最后被一个小姑娘救了,实在是说不过去, 于是李世民为了感激武则天的恩情,准备对他封赏,但他还没有正式事情,只是给了他一个才人的名号。 武则天谢过李世民之后,李世民便回到了自己的寝殿,也没有继续让武则天服侍自己。 在隔天一早,李世民调查此事,觉得十分蹊跷,皇宫中的建筑时常烦心, 怎么可能一道惊雷就直接将房梁批断了,难道是有人故意而为之吗? 带着疑惑的李世民听到了一些不和谐的声音, 有人说武则天从前曾被袁天刚预言,以后能当女皇帝,会夺取江山, 又有的人说武则天天生妖孽,让李世民不要再碰他。 而李世民秉着宁可信其有,不可信其无的原则,再也没有接见过武则天。 但武则天却什么都还不知道,他还想着去接近李世民, 比如在李世民驯马的时候,他自告奋勇说自己能够驯服猎马, 只要让他拿着铁锤敲打猎马,用马鞭抽打猎马,用匕首威胁猎马, 这样子这匹猎马就会乖乖听话了。 听了武则天的这番话,李世民也不由地想到,或许这女娃将来真的成就不浅, 于是先让他退下,再没有理会过他了。 只不过武则天没有被李世民宠幸,就得到了封赏的事情, 一旦传开之后,也成了许多人羡慕不来的事, 毕竟很多人一辈子都没见过皇帝,武则天不仅见了皇帝, 而且啥也没做,也算是他的一大荣耀。 也凭借着这一个事情,武则天成功地在后宫当中打响了名号, 毕竟历史上也没几个人像武则天这样的, 武则天是幸运的,也是不幸的, 他有十几年的时间,在后宫当中没有得到宠爱, 过得像个透明人一样, 直到后来李世民死后,他才抓住了命运的逆转机会。 只能说,命运是掌握在自己手中的, 武则天一见女流之辈,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了自己的命格, 也说明了其手段的高明之处, 不过似乎也印证了一点, 当时李世民对武则天的忽视, 或许也正是因为害怕武则天将来会不可限量地发展吧。 武则天一直受着唐太宗的冷落, 得不到他的宠幸, 在宫中百无聊赖地度过了一载又一载, 直到在李世民的病榻前, 遇到了李志。 一个如花似玉,正直妙龄, 一个英俊潇洒,风流倜傥, 二人渐渐擦出爱的火花, 命运的齿轮开始旋转。 李志遇到武则天后, 魂前梦莹。 李世民去世后, 武则天去了感业寺当尼姑, 但是没过几年, 李志就把武则天接入宫中了。 入宫之后, 武则天慢慢地从昭仪做到了贵妃, 又做到了皇后, 最后做成了皇帝。 如果武则天真的被李世民宠幸, 并且生下孩子的话, 李志就算是冒天下之大部位也不敢把他接回皇宫, 毕竟李志还是顾及名声的。 但是, 巧就巧在, 因为一道雷, 武则天失去了被太宗宠爱的机会, 他真的要感谢这道道雷, 要不然他就当不成皇帝了。 这道惊雷一下子批出了则天大圣皇帝, 这可不是后世无人可破的记录吗? 好了,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, 喜欢本节目的麻烦动动发财的小手点个订阅, 将会为您推送更多精彩内容, 我们下期再见。